早晨 早晨 大家好 歡迎收看信網早事有計 我們今早請來藤崎基金管理 投資管理董事沈榮雄Patrick 和我們分析大市走勢 Patrick 你好 你好 早晨 今天港股貴傑 恆子上星期可以站穩在22000點上收市 恆子今早亦可以高開178點 早段的升勢似乎有收窄的情況 Patrick 恆子上星期升超過600點 今個星期有沒有機會 繼續向上市場有什麼焦點 恆生指數方面 其實升到現在的水平 正正都是阻力區 因為如果我們看之前的跌浪 反彈一半 恆生指數的阻力大約在22000點附近 而今早亦都見到恆生指數 試到剛剛50天線 升了之後 就在50天線的位置走回頭 我想暫時看到指數方面 去到22000至50天線 大約22200點附近 其實都是有一個可能大一點的阻力 因為你看到今早方面 一些股份 比如說之前一些較為強勢一些 比如說好像騰訊這些 其實今早亦都是再次有一個 轉弱的情況在 而近期做得比較好的 內人股那些 其實亦都見到 即是高開之後 估計也是走回低 我想反映著市場 似乎在50天線這些位置 都遇上一定的阻力 我想未來的話 市場的重點 我想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看回內地 官方的PMI數據 究竟的數值是多少 第二樣東西來講 上個星期廣股方面做好 其實都是在炒 就說內地會不會因為經濟不好 而推出一些政策 所以變成可能市場焦點 都要看看 內地有沒有一些刺激政策走出來 所以我想 接下來的重點看著這兩樣東西 我想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消息 我相信暫時指數方面 未必那麼容易突破到50天線 如果走回頭的話 我想較為大的支持位 應該看回10天線 大約是21700片 內銀股已經全部公佈了業績 當中建行的盈利增長 更加是市場預期的上限 內銀股上個星期的普遍 都有不錯的表現 今個星期可否延續升勢 看回內銀股方面來講 其實普遍的業績都做得不錯 但問題也要留意 其實看回他們的小分行數字 例如看預期貸款的數字 其實都見到有個現象 都是普遍有些增加的趨勢 雖然預期貸款佔總貸款額的比例 不是很高 但我想這件事始終是升了 或是惡化了 我想對於大家對內銀股的看法 總是有些戒心 因為預期貸款的意思就是 過了一些期限都未收回的貸款 但又未跌入外壞賬 或者未跌入壞賬裏面 但如果未來方面這些錢再收不回 變外壞賬或變壞賬的機會就會增加 這件事始終對內銀股來說 會有些影響在 而看回來說 內銀股其實近期也算是彈了不少上來 亦都開始有部份 我們見到是升近一些阻力位 我想短期也要看看 究竟可否突破到這些阻力位 因為業績出來了 短期似乎沒有特別新的消息炒作 可能投資者將焦點放回內地 會否繼續有些債務違約的情況發生 經濟的狀況是怎樣 甚至乎人們又會看回 會否開放市場帶來影響等等 所以變成內銀股來說 有可能去到現在的阻力位附近 都未必那麼容易或者下股突破到 所以變成來說 我想在業績期過後 都要留意內銀股是有機會有整股先的 我們看回一部份的內銀股 其實都已經突破了50天線這些位置 所以變成如果從技術上去看 出現調整的話 就用回50天線做回支持位置 市場開始揣測 不少紅丑會跟隨中信集團 借學中信貸富上市的做法 當中華創的呼聲都頗高 股價上星期急升超過7%之後 今早繼續向好 華創這個概念可否令股價看高一線 這件事我覺得市場是穩住消息來炒 因為事實上你看回中信貸富 這個所謂整體上市 其實到目前為止 這個細節我們知道的東西都不是很多 因為它只是公佈了來講 接下來是會買入 沒有公司的資產 但問題就是說 譬如說接下來情況是怎樣做呢 譬如發新股方面發多少新股呢 用多少現金去支付呢 比例上是怎樣呢 發新股方面的 譬如說是用什麼形式呢 配股、公股等等 其實很多細節的東西 其實暫時我們都未知道 所以變相來講 我想中信貸富這一次 即是這麼好公司 是整體上市這件事 究竟最終是怎樣去落實 什麼時候真的完全成不了事的話 其實我想都還未知道 所以變相來講 華創也好其他紅籌股 會不會跟著去做呢 我想暫時大家有個憧憬 但有個問題就是 我想始終大家都是要看回 中信貸富整件事 完成了之後 還要是成功了 做得好 我想大家才能看得到 那個模式應該是怎樣去做 所以一刻來講 我覺得即是炒這些華創也好 其他紅籌股 有些所謂整體上市概念 有些少少都是炒作的 還有留意中信貸富他們 母公司方面 講到整體上市這件事 其實都講了好一段的時間 變相來講 中間很明顯一定是很多細節 很多障礙在裏面需要的處理 我想都經歷了這麼長的時間 才有今天的結果的話 其實我想都看回其他紅籌公司 未必可以短時間內做得到 所以變相來講 所以我相信就炒歸炒 但是真的成事的機會 或者短期內成事 其實可能性不是這麼高 Patrick今天有什麼股份推介給投資者 今天想講1099國藥 我選擇它的原因 雖然公司方面業務 毛利比較低些 但現在夠穩定 我想現在這種市況 譬如說那些強勢股 方網股大家又不太敢買 那些內人股又未必敢 在這些位置再追 不如選擇一些 業務相對穩定些 雖然毛利率會低些 但勝在穩定些的話 我想對防守性來說 也會強一點 在這種市況之下 看回國藥方面來講 其實公司都表示過 未來方面 估計毛利率方面 有改善的空間 未來也會發展多些自營店 例如去到2016年左右 到自營店的數目方面 希望是增加到3,000間 未來方面 未來內地方面 約業的改革 這方面 對國藥來說 其實也有幫助 預計未來的業績方面 或者盈利表現方面 都是維持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況 可以用上落區間 20-22元做操作 20元附近可以考慮吸納 用22元做目標位 支持位方面 放快18.5元 Patrick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今早很感謝Patrick的分析 早時有天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